哀怨,不哭了魏无羡不知道怎么去哄兰怨,只能轻拍着兰怨的后背,干巴巴地安慰着。 献哥哥,我想情姑姑和宁叔叔了,他们去哪了? 兰怨到底是平息了嚎哭,抽抽耶耶地靠在魏无羡的肩上问道,不知温情和温宁啊。 魏无羡只是在听到名字的时候想起来,两人可能已经死了,但是是怎么死的?在哪里死的? 他还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呢。魏英,私追醒了吗? 兰望鸡熬好了药,端着要进了兰怨的房间,啊,出去,滚,滚出去兰怨看着兰望鸡的身影就像看见了什么恐怖的东西一样,一边把自己往魏无羡的怀里塞,一边惊叫道,兰战,你先出去魏无羡急忙去哄兰怨,来不及和兰望鸡说话, 只能先让兰望鸡出去,让兰怨缓和一下情绪。兰望鸡看着兰怨惊恐的样子,放下手里的药,转身出了房间,站在房间的门外,凭借修仙者的听力,隐隐约约听到里面的谈话声, 兰怨,安静些,没事了,不害怕了魏无羡紧紧地抱着浑身颤抖的兰怨说道,兰哥哥,他杀了婆婆,他杀了好多好多人,为什么要让他来,让他走兰怨语气颤抖地说道? 兰怨,没有,你记错了魏无羡紧紧抱着兰怨安慰道,我没,我没有记错,兰哥哥,兰怨没有记错兰怨激动地说道,好好,兰怨没有记错魏无羡垂下眸子,他相信兰望鸡,兰望鸡肯定没有参与乱葬岗的围剿,想来兰怨是看到了参与乱葬岗围剿的兰世人吧? 魏无羡哄着兰怨喝了药,又把兰怨哄睡,才得了空起身去看兰望鸡,魏英,不是我魏无羡刚走出房门,就被在门外等候的兰望鸡抱住了,低沉的声音在魏无羡的耳边响起,他就怕没有记忆的魏无羡相信了兰怨的话,认为他也参与了乱葬岗围剿,我知不是你 魏无羡抬起手抱住兰望鸡,轻声说道,思追这般,不知道该如何示好兰望鸡放开魏无羡轻叹一声说道,我想带着阿苑离开云深不知处 魏无羡思考了许久说道,什么? 兰望鸡不解地看着魏无羡,他在想魏无羡是不是说错了? 是他们俩带着兰怨一起离开云深不知处,阿苑此时刚恢复记忆,情绪还有些不受控制 他也不是有医药那么对你,许是他的记忆里有着蓝氏衣袍的围剿乱葬岗的人 所以你穿着蓝氏的衣袍才会让他情绪失控,只是阿苑这般就不适合在蓝氏休养了 所以蓝战,让我带着阿苑离开这里吧魏无羡有些歉意地看着蓝望鸡 他当时说好了要不离开蓝望鸡的,可是转眼他就要把蓝望鸡抛下了,那也没法呀 毕竟蓝望鸡虽然没有参与围剿乱葬岗,可是蓝氏参与了,还让蓝怨生了阴影 看到蓝氏的衣袍就会情绪不稳,若是等到蓝怨再大一些,或者蓝怨的记忆再晚几年恢复 或许他就不会对蓝氏抱有这么大的恨意 魏英,你不打算带着我吗? 蓝望鸡眼里的震惊变成了失落 他确定了,魏无羡的计划里没有带着他 蓝湛,云深不知处是你的家呀 再说了,阿燕现在也不想见到你魏无羡垂着头心情也不好受 魏英,你不是不能离开我十米远吗? 蓝望鸡也知道此事的魏无羡心情不好受 他是真的想带着魏无羡和蓝怨一起离开的 蓝湛,我,我的执念是你和阿燕 但是哀怨如今这般,我真的放心不下 所以,魏无羡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说 所以,现在你可以离开我 却不能离开私追对吗? 蓝望鸡的脸色顿时变得惨白 他以为,他可以留在魏无羡的身边 谁知道,蓝湛 魏无羡看着蓝望鸡的样子也十分地心疼 这也不是他能控制的 只是因为他担忧谁 放不下谁,就会跟在谁身边 蓝望鸡狠狠地稳住魏无羡 这一夜一直折腾到天亮 若不是蓝怨的哭声 只怕蓝望鸡也不会放过魏无羡 看着昏睡的魏无羡 蓝望鸡抿了抿唇 穿好中衣,也未带抹额 便去了蓝怨的房间 和蓝望鸡想得一般 蓝怨只是对他的衣袍有恐惧感 如今他没有穿中衣 也不带抹额 蓝怨看着他竟没有害怕之意 有钱哥哥蓝怨把自己藏在被子里 只露出了一双眼睛 有些胆怯地看着蓝望鸡 嗯,可有不舒服 蓝望鸡摸了摸蓝怨的额头 没有起烧 现哥哥呢 蓝怨摇摇头 又四下寻找了一番问道 他休息了 要再休息一会吗 蓝望鸡噎了噎蓝怨的被子问道 我有些渴了蓝怨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给倒水 你先休息蓝望鸡起身 给蓝怨倒了一杯水 然后扶起蓝怨 为他喝下天色海藻 有事你再换我蓝望鸡替蓝怨盖好被 叮嘱一句后 便离开了房间 谢谢有钱哥哥蓝怨 看着蓝望鸡的背影说道 房间门口 蓝望鸡轻轻吐出一口气 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这般他便能与魏英一起了 回到房间里 蓝望鸡看着凌乱的床榻和熟睡的魏无羡 心中松了一口气 他到底 还是能留住他的 收拾好床榻 又替魏无羡清理好身体 蓝望鸡便穿戴整齐地去了韩室 韩室里 蓝望鸡与蓝溪沉说明了蓝怨的事情 并表示自己要带着蓝怨出去生活 旺鸡 那蓝室的事情就不管了吗 蓝溪沉眉头紧皱地看着蓝望鸡 请问兄长 乱葬岗上 真的是作乱之人吗 蓝望鸡垂下眸字 语气冷冽地问道 不是蓝溪沉顿时泄了气 不管怎么说 温室的老弱 根本就不是当年流传的那般 但是当时他已经带人上去了 根本就没有退路 我会带着私椎离开蓝望鸡 语气坚定地说道 可是他还记恨着蓝氏蓝溪沉 脸色不好地说道 若无辜蓝氏被涂 兄长会不记恨吗 蓝望鸡脸色平静地问道 望鸡你 蓝溪沉震惊地看着蓝望鸡 没想到蓝望鸡竟然也是怨他的 魏无羡醒来的时候 蓝望鸡正在收拾东西 他一动 蓝望鸡就发现了 醒了 蓝望鸡端过温水 扶起魏无羡清声问道 魏无羡看了蓝望鸡一眼 有些不解 不知道为什么 蓝望鸡今天竟然没有穿蓝氏衣袍 也没有戴抹额 看惯了蓝望鸡蓝氏装扮 猛地一看蓝望鸡这幅家常装扮 竟有种别样的风味 就在魏无羡沉思的时候 感觉手腕上一紧 好像被系上了什么东西 魏无羡抬起手臂 看着手腕上的脈蛾有些不解 脈蛾飞漆而不可触碰 我把它交于你蓝望鸡看着魏无羡不解的样子轻笑道 魏无羡听到蓝望鸡的话双眼瞬间大睁 我 我 我是不是早就扯过了 是蓝望鸡轻笑地回道 难怪你以前的脸色那么难看魏无羡松了 一口气说道 难看不是因为你动它 而是因为你动了却要还给我蓝望鸡抿了抿唇轻轻说道 是我的错 我以后会保管他的魏无羡以为蓝望鸡是因为要分开了 才会把脈蛾给他 所以面色严肃地说道 好 蓝望鸡得到魏无羡的回答 便放下心来 替魏无羡穿好衣物以后又开始收拾东西 蓝战 你在做什么 蓝望鸡看着蓝望鸡的动作不解地问道 收拾东西蓝望鸡头也没抬得回道 别想把我落下 为什么要把东西收拾起来 魏无羡还是不明白地问道 带你去隐居蓝望鸡道 哈 魏无羡眨眨着眼依旧不解 他以为昨晚和蓝望鸡说明白了 蓝望鸡不会跟着离开的可是蓝氏怎么办 蓝氏有兄长和叔父 你和私追 只有我蓝望鸡放下手里的东西 脸色严肃地看着魏无羡 听到蓝望鸡的话 魏无羡不敢动是假的 可是现在真的不敢让蓝望鸡跟他们一起走 他们一个是怡灵老祖 一个是温氏一脉若是被别人知道蓝望鸡和他们在一起 定会给这个颈行航光的人带来麻烦 不行 魏无羡想都没想地拒绝了 为什么 蓝望鸡放下手里的东西 盯着魏无羡问道 他以为魏无羡是因为蓝怨见到 他会情绪激动 才会不让自己跟着的 可是现在蓝怨已经不再排斥他了 为什么魏无羡还不要他 不能因为我们连累了你的名声 魏无羡看着蓝望鸡的脸色 叹了一口气说道 魏英 名声不如你们来得重要 蓝望鸡紧紧紧盯着魏无羡说道